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说 听咎心底 从此以后 再进入地 要你将爱 如同过期 神爱的本 为你舍命 我既留下 离开给你 我命运的 飞动世界 你甘心底 不要得全 从今以后 将得荣耀 我既留下 指向了你 生上你 与你同传 想要问牧师 你是当时在什么样的心境下 创作这个音乐剧呢? 最主要是有三句话 这是耶稣所讲的 那这三句话 传统整整处句 第一句话就是在科西马里面 耶稣所说的 父啊 倘若可行 叫这辈离开我 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 是照你的意思 那第二句话是 耶稣在释迦上面所说 我的父 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无 第三句话 一样在释迦上面所说的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这三句话 贯穿全句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了做什么事情 除去我们罪念 背负我们这一切的 重担的一个行者 听着这样感动 才写这一出句 那请问高牧师 在写这些音乐剧里 他的歌词跟旋律 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 那这些歌词都非常的感动人心 是怎么创作出来 是先有歌词还是旋律 其实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都是因为神的话 在故事里面启头 刺激了我的心 那一下去之后 我就觉得神的眼泪 一直在心里面淌血 那我可以感受到 耶稣的每一句话的那种心情 忧伤 那每一首歌 就从这当中一直一出来 一句话题是先有歌词 还是先有歌曲 那歌词跟歌曲 几乎都是同时进来的 那我就记得写的时候 感动一直感动 就不断的写 没有记得 没有去想说怎么写 只有好像神在叫我 叫我怎么写就怎么写 是先有歌词 是先有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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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宝宅 我心不願意开